马路如虎口 同学,你们不要在马路边踢球,太危险了 看球 哎呀 危险,不要 喂,995吗?这里发生了车祸 今天下午,欢乐小学校门外发生了一起交通意外 现在让我们向记者了解现场的情况 心语,请说 好的,现在我在车祸现场为大家报道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意外发生的原因 这位小朋友,请你说一说车祸是怎么发生的 刚才,有两个同学在马路边踢球 球,球飞到了马路上 一个同学跑去捡球 一辆摩托车为了躲开它 就撞到,撞到了围栏 他们后来怎样? 后来,摩托车骑士躺在地上 一个行人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 另一个照顾那个骑士 就,救护车和交通警察很快就来了 谢谢你 据了解,救护人员已经为那名骑士包扎了伤口 伤者被救护人员抬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交通警察也到达了现场 有一位在指挥交通 另一位在向行人了解情况 交警提醒公众 马路如虎口 大家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 注意公路安全 小红点频道记者林新宇报道 哥哥,你上电视了 哦,哦,你看到了 康康,妹妹说你们学校门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个摩托车骑士受伤了 有人帮他吗? 有有有,我知道 我看到新闻 车祸发生后 一个行人打电话叫救护车 另一个照顾受伤的人 是啊,救护车很快就来了 救护人员为那个骑士包扎伤口 不久,交通警察也到了 他们一个指挥交通 另一个向行人了解情况 最后 我知道,我知道 最后摩托车骑士被救护人员抬上了救护车 送到医院去了 有句话说 马路 如虎口 嗯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在马路边玩耍 知道吗?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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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